今天是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跟平常礼拜五有一点不一样 天气开始冷 大陆啊 台湾 北方 南方 各个地方天气都开始凉了 不只是真正的气候 国际上面风鸣诡谀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 可能不是核子炸弹级的震荡 但每一天都是500磅的炸药 500磅的炸药 这边炸那边炸 这种等级的国际事件 这种等级的一种冲突跟矛盾 很可能以前是一个月发生一次 而现在可能是一个月发生60次 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我最近在想写文章 做节目到底要干嘛 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中国台湾人 作为一个媒体人 之后被迫成为自媒体人 我觉得我都已经 尽到百分之两千的责任 甚至越远超过 我相信没有人像我一样可以 我在去年2020年 拜登还没有当选之前 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 潜质跟威胁 只会加强 不会减弱 加强是因为拜登 可以取得欧盟和其他盟友的合作 不像特朗普 那这个事情呢 从去年更早吧 七八月以前就已经讲了 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了 就眼张张的看着它发生 现在在看每一天 每一天的国际情势发展 就有一种 在看昨天的报纸的感觉 包括两岸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在讲的事情 都是我们十几年前 以前讲的事情 所以如果会冲撞 那就必然会冲撞 太阳底下没有新军事 人性就是人性 从昨天晚上开始 整个大陆刷屏的 大家吃瓜的是一个事情 就是 是著名的钢琴王子李云迪 在北京被行政拘留了 是北京市某个区的警察 行政拘留 因为嫖娼 有的社会可能你嫖娼之后 你这个丑闻 大概社会形象也就一落千丈 最后维持一个小小的盘面 但是你再上来 也不会有人请你代言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大陆 对于演艺圈 对于公众人物 你如果不洁身自好 在这一两年 我觉得公众的觉醒 要求是相对不一样 有一番两个人的事情 纽约时报 蛮有趣的 纽约时报 还可以阴阳怪气的 写一篇 纽约时报写什么呢 他是这样子 他人家想 著名的钢琴音乐家 李云迪 在北京被警方拘留 据说是因为嫖娼 那警方没有讲得很详细 废话 你要讲多详细 那他重点是 他第二段 他后面就来一个说 北京当局 经常嫖娼 来对付政敌 你懂吧 什么叫做新闻伦理 什么叫新闻ABC 对于非常擅长于 污蔑中国的 西方媒体来讲 那个运用 简直是炉火纯青之极 好好的写一篇东西 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 是这样 他就要加一句说 北京政府 惯常以嫖娼来 对付政敌 你举个例子 有哪一些政敌 是被北京污蔑的 你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给纽约时报 记者好不好 就在香港 前一两年在闹的时候 英国住香港的领事馆里面 有一个香港的雇员 这个香港的雇员呢 就大陆在广东省 嫖妓被抓了 结果呢 他家人当然知道 他这嫖妓被抓 结果在香港这边 他闹的 怎么样说 哎呀这个人因为支持 香港的民主自由 结果被广东 被中国打压 被抓起来 现在失踪了 那事后呢 因为他嫖娼嘛 他在酒店 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被录像 所以他嫖娼 就是事实 嫖娼 不巧被抓 然后就可以变成说 他叫做支持香港 自由民主 被大陆 报复 纽约时报记者 你报导一下这个啊 哪一个人是没有嫖娼 而被诬赖嫖娼 所以大陆只要是执行治安事件 你就说是打压人权了 所以抓李云迪 嫖娼 也是打压人权吗 这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一直在看大陆的各个平台啊 年轻人平台 什么样的平台 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吃瓜群众啊 各种各样的讨论啊 结果 人家 纽约时报 人家的脑洞就是不一样 美国被提名要驻华的大使 他公开讲话说 中国是个威胁啊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难以撬开的坚固 环球时报回应啊 说他来中国肯定碰钉子 大陆的外交部说 请多说建设性的话 他是公然斥责北京在印太地区有激进作为 激进的不是美国吗 美国现在军舰还在南海那边呢 英国还po了一张照片 是他们的航空母舰说 悠闲的在看南海的风景 日本也跑到南海去 还要有荷兰啊 还有新西兰啊 一堆国家的军舰都跑到南海去啊 谁激进 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跟南海有关系啊 谁激进啊 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外委会 才刚刚通过 建直指中国的南海跟东海 几乎等于是不准中国在南海跟东海实施主权 他公开讲美国的盟友是跟中国竞争最大的优势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纠纵啊 我们要对你围殴怎么样 你又知道大使是什么身份 大使是两个国家建交以后互派在对方的代表我方政府的人 一言一行是代表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 而这个人他公开对中国这样讲 如果这个不叫嚣张 什么叫嚣张 我不想讲宣战 但这绝对是口头宣战 大陆外交部说 伯恩斯的有关言论 充满冷战零和思维 也与事实严重不服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汪文斌继续说 台湾 新疆 西藏 香港的事物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他奉劝伯恩斯认清世界发展大事 多说建设性的话 多做建设性的事 但是现在美国或者说我们直接聚焦这个大使 他就是摆明了 我不想做建设性的事 我不想说建设性的话 我就是要干涉你中国内政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是中国骂美国过分 还是美国骂中国过分 美国骂中国十句 十个部门一个人出来骂十句 中国就是一个外交部 出来反对 够温和了吧 美国领导的这些外国国家是实际上的行动 来干涉 不但嘴巴讲 不但立法 而且军舰就给你派过来 军机给你飞过来 实际上用政策打击华为 打击中心 实际上就把你孟晚舟扣住 结果中国只是反对 还要被骂说是战狼外交 我不止一次听到说 哎呀中国太激烈了 就是因为中国这样充满民粹的 战狼式的外交思维 才激起全世界的恐慌跟不满 你听了这种话 你有没有一种到果为因 这种扭曲是非黑白的话 你把人家打倒在地 你踢人家 你甩人家耳光 人家奋起 翻过来重新站起来 你连人家站起来都不可以 这就是美国 我一直在讲说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丑恶 就是这么残忍 就是这么邪灵 明明是禽兽不如的恶霸 他讲话是高大上的 他偶尔又会露出流氓的狐狸尾巴 比如说美国的商务部长 要要求在45天之内 三星跟台积电要交出 敏感的商业机密数据 如果不交 赤裸裸的口课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交 如果他们不交的话 不要逼我 我的工具箱里面打开来 我工具很多 你看过水电工没有 他们拎了一个工具箱 一打开来里面 钳子 钉子 锤子 各种各样 电钻 各种各样的东西 电钻电锯 什么东西都有 他意思就讲 你要逼我出手吗 我手段可多了 这赤裸裸的威胁 美国所有对中国的指责跟指控千奇百怪 但他有几条主轴 一条主轴叫做 你老是政府去干预自由市场机制 我们要回归自由市场机制 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市场机制 那你美国打击华为是自由市场机制 你美国要求台积电不可以接受华为的订单 是自由市场机制 你美国现在公然对三星跟台积电这两家外国公司 要求他们交出最机密的商业数据 给你美国政府 这是哪一国的机制 假设中国现在已经有70分的实力 但是因为中国不求战 中国不侵略 中国对别的国家不剥削 所以我们是一个千千君子 我们70分我们千和以对 人家打我一拳我退一下 你不要打了不要来 我们好好做生意 结果你看印度 印度之嚣张之下流之狂妄 明明打败仗 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仗 打了败仗 因为我们对中国对印度没有领土的欲望 我们也没有要求他赔款 也没有怎么样 他打了败仗继续谈判 他继续更狂妄的要求 好像打阵仗的是他 印度现在要求中国要退出去 也就是说要求中国白纸黑字 让他占领中国领土 我整个中国都给你印度好不好 这样你满意吗 你看日本多嚣张 日本现在有几个政客 有一个叫做女版的特朗普 他说我要把我们日本应该要把那个导弹 多装一点 而且我们要自己能够做导弹 我们的导弹射程要涵盖整个中国 你看澳大利亚多嚣张 你看小小一个欧盟的立陶宛多嚣张 介入中国内政 好了他介入了 然后呢他没有任何后果 捷克现在五招线就要跑去捷克去访问了 这个不是私人形成 这是公然踩中国红线 所以国际社会他会有一种误解 他认为我伤害中国一下 得到我个人的利益 假装的国家利益 以及我个人的政治利益 我羞辱中国 我造谣中国 我抹黑中国 我欺负中国 不会有不好的后果 而我顶多大街骂人 小巷 哎没关系啦 哎呀怎么样 那个我政治需要啊 没事了 我得到的政治利益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利益 我毫无损失 所以我当然要这样搞 就像在美国的这些 所有坚定反华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损失 反而是许多尝试着要帮中国说句公道话的人 会被他们这些人围剿 这个状况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来扭转这个状况 因为你唯有扭转这个状况 你就让反华的人获得他的后果 善恶要拥抱 很清楚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阻绝越来越多想要碰瓷的国家跟政客 我们昨天讲到欧洲议会21日 他宣布要欧盟跟台湾的政治关系与合作的一个报告 已经通过了 他鼓吹欧盟要提升对跟台湾的关系 也就是要变成有官方关系 那这个当然是严重的踩了大陆的风险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这样讲 以前一年可能会发生一次 欧盟以欧洲联盟 欧盟这么大的一个体 这么重要的一个组织 欧洲议会竟然会通过 叫做欧盟台湾的一个提升关系的一个报告 里面对中国极度不友善 而且公然支持台独 还要提升跟台湾的关系 这样的事情以前可能几年不会发生 现在一直发生 从立陶宛捷克欧盟 这么严重的事情 欧洲议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方表示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大陆有几个单位出来 一 全国人大外示威 因为欧洲是议会 相对大陆的跟议会类似的代表民意的组织是什么 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 所以全国人大外示威出面谴责 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性质十分恶劣 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会严重损害中欧关系的政治互信 相互交往基础 第二个出来的相对应的单位叫做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外示威 说我们敦促欧盟谨言慎行 不要随风起舞不要玩火 不要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可是现在人家已经实锤 已经做了这些事 他明知中国会愤怒 明知中国会反对 他就是干了 另外有两个单位 外交部 国台办 外交部呢 说我们正告 有关方面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努力 国台办也出面来反对 然后说你这个事情 财毒分裂 活动必遭失败 敦促欧盟有关机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念了这四个单位 这四个单位 前面两个是代表大陆的民意机构 他是跟欧洲议会相对的出面来反对 外交部当然必须站出来反对 牵涉到台湾 所以国台办也出来反对 但是欧洲议会这么过分的一个报告 其实大陆还是没有撕破脸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可以看到隐隐然 这个也不是隐隐然 已经是直接了当 整个形式 这就是一个21世纪的八国联军 借口何须找 前几天我们不是讲吗 有个叫刘其坤的加拿大华裔 在台湾出版一本书叫做 八国联军乃正义之时 其中列举 哇有什么理由啊 所以我们必须打 这种不要脸的汉奸思维 没有人性的汉奸思维 因为你要侵略一个国家 你要践踏一个国家 借口永远很容易找 我也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 我要去侵略美国 欧洲议会所有对中国的恒加的指责 全部都可以十倍来 回过头来指责欧洲 他反而是不能够指责中国 而最新的一个联合国有43个国家联名啊 说要求中国要注意要怎么样新疆的人权 这43个国家回过头去看一看你们自己国家的人权 我必须说新疆做得真是好 如果不是现在大陆好好的处理的在新疆的状况 新疆不会有和平 不会有现在的人权 你连活下去连平安都没有你何来人权 如果任由极端教派的伊斯兰教在新疆亨喜 那你看看阿富汗好了 阿富汗就在新疆旁边 阿富汗塔利班神爵士 最近一个新爆炸的事情是 原来阿富汗有女子排球队 打个排球吧 然后她们女子排球队的队员穿得非常的保守 这在全世界的女运动员来讲应该是最保守的 结果竟然啊 里面一个女排球员选手被神学士斩首 为什么斩首他犯了什么罪 他说可兰金规定女子不可运动 离合国都43个国不成国的烂国啊 鬼不像鬼了 什么东西啊 新疆的女子现在享受的男女平权 新疆的维吾尔族享受的比汉族还更好的权利 新疆的人民可以赚钱 不管是衣食住行 不管是精神城市都比较好 他们可以快乐的歌唱 可以跳舞 阿富汗的人 可以快乐的歌唱跳舞吗 有时候最近有太多想要写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地狱空无一人 人世间妖魔鬼怪 我们要千万小心 马上就是台湾光复节 台湾真的光复了吗 台湾不需要真正光复吗 在台湾的人你知道台湾光复节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何来台湾光复节 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难道我们不需要台湾真正光复吗 台湾现在已经是人群区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